民團號召罷免機董事長謝國良 現在機動學委會 也展開茶隊作業 只不過中央地方有期見 學委會在茶隊連署書過程發現 有一次偽造或無法認定 就要採雙貫號方式 記查詢單給連署人確認 如果沒有回覆就要刪除 但中學會卻說 應該要認定為合格 讓學委會一早9點開會 接近中午才有結果 宣委會也明確列出 其他無效連署的9樣態 包含掛號姓回職 查污此人 據領 與其回覆等等 這結果讓拆諒團體很生氣 中選會也槓上選委會 頒出法令要選委會 遵從中選會指揮監督 還拿出過去罷含案例 強調和基隆選委會一樣的情況 雙掛號沒有回信 中選會通通都列為 連署的合格建設 像這樣的作為就是很明顯的 不管是說之前的韓國瑜 在罷含的狀況也好 還是這一次針對基隆市的 罷免案也好 很明顯的就是想要快速的 讓這個罷免案能夠成立 進入第三階段的投票 從連署書的核定天數 到認定辦法 柴兩行動中央地方持續角力 TVBS新聞花生生李宗哲 激動採訪報導